就是這種圖褲 不過它的圖褲有不一樣的 不然就跟PowerPoint一樣啦 對不對 那我們先來看看 如果你想要用這個範本 這個範本 您看一下右手邊 除了基本的形狀 這個我不用講 這些基本形狀 我相信大家都會用 圖褲在這邊 它有幫我們做好分門別類 有沒有 這裡有分門別類 所以您可以直接找 當然也可以用搜尋的 那這邊的呢 比如說您要的是 假設是這個 我就點一下 大多數都是去背好的 有沒有 這就是去背好的 所以呢 您找到這個之後 您要放大縮小 都還OK 這是第一種 這個其實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那個 當然 如果您以後想要用自己的 就從本地這邊上傳就好 但是重點是要 你大部分都會用去背好的圖 你如果沒有去背好 就比較不好看一點 再來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看到這裡 有一個叫角色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的特點 這個角色 那所謂的角色呢 它有分 有Flash的 有PNG的 有GIF的 那Flash的是會動的 GIF也是會動的 PNG就是靜態的 PNG就是靜態的 那 最重要的 跟之前介紹的不一樣 就是 它每一個點進去 裡面都有不同的什麼 同一個角色有不同的動作 你看 比如說在這邊 點一下 進來了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這樣的動作 就有動畫了 這Power是沒有的 這是它沒有的 那 如果您要再找其他的 一樣 點它一下 有沒有 這裡有 哭哭的 這樣就是 同一個角色 就有不同的表情 你就可以用 不過老師 您在用這個圖庫 要稍微留意一下 假設你要發佈在網站上的話 因為現在網路上的Flash 行不行 不行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會變成是 只留下第一張 也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 如果你放到網路上的話 它這個 不會是動畫 可是你在單機播放 或者在網路上 那種編輯卵裡面看 都是OK的 好 這個就是 你在使用上 要考慮一下 好 這個是它角色 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每個點進去呢 只要這些免費的 它裡面都有不同的 角色的動作 你可以選擇 有沒有 這裡喔 像這邊 這個 你就把它點一下 這個也是 這樣 OK 好 那 除了這些以外呢 還有沒有別的油 你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呢 其實 我們剛剛看的是角色 對不對 再往下看你會看到還有一個類別 叫做Flash 還有一個類別 就是這個 這個 Flash的 那裡面呢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一樣有分門別類 有分門別類 比如說你要雲啊 還是一些動態的 像這裡有一些雲的 那我要這個 你就點一下 你裡面就會有雲喔 喔 在這裡有看到了嗎 有沒有 啊一樣啊 你可以放大 這樣是不是就有 雲跟煙的效果了 所以 它的好處就是 它其實 基本上 本質上它是Flash 所以 如果你在本機上用 看 都不會有太大問題 但是 雲端的部分 它就會幫你抓第一張而已 就會只抓第一張 如果你簡報是放在網路上的話 所以如果我的簡報放在網路上 我就會特別留意一下 特別留意一下 這樣 您了解了 OK齁 所以 圖庫 它也有 但是它有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呢 等一下也會跟老師介紹一下 網路上其實還有很多圖庫可以用 因為畢竟 你裡面的不見的都很喜歡 對不對 所以 你找到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邊來 那至於其他的 應該就還好 換燈片啊 或者是這個 這裡有一個布局 這裡 不對 有一個應該是內容布局 這個各位看起來 應該會有點熟悉 這個就比較像 PowerPoint裡面的那個概念 PowerPoint裡面的那個概念 就是它有哪幾種的設計的方式 對 這樣對於它圖庫有沒有稍微了解 有齁 好 那